国足此组合必弃用 比不上规划还软肋 很遗憾国足在施育赛12强赛第4轮的比赛中 又一次的遭遇了输球 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3比2不敌沙特男足 中国男足现在的成绩是三负一胜 排在积分榜第5的位置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国足想要晋级世界杯 至少要拿到18分左右 言外之意就是剩下的6场比赛 5场都要赢球 显然这一次国足又一次成为了 理论性可能晋级世界杯 本场比赛的最大争议点 毫无疑问仍然是主教练李铁的排兵布阵 比赛一开始 李铁派出了一个无规划球员的阵容 并且选用了5后卫的防守阵型 但效果并不明显 上半场结束后在全力防守的情况下 被对手打进了两球 下半场李铁改变了策略 将三位规划球员阿兰 洛国富和埃克森一次换上赛场 国足的被动局面瞬间破解 也让李铁一度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 但最终由于无垒的措施担当 和洛国富的反击失误 国足没能改写比赛结果 有无规划球员在场的前后对比 可以说是非常鲜明 所以赛后很多体圈的名嘴集体喊话李铁 为何不在比赛一开始就重用规划球员 如果能够给予他们一些机会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说李铁一开始心里就有明确的策略 想先用本土球员在上半场消耗对手的体力 下半场规划上场后轮番轰炸的话 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的话 那归根到底还是在上半场出了大问题 这也就如体育评论员詹骏所说的意思一样 除了不注用规划外 国足还有两大软肋更为知名 就是缺少优秀的后腰和防守犀利的中卫 上半场比赛能够清楚发现 詹骏所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本场比赛的后腰是池中国和张希哲 两人在防守端对对方前锋的有效拦截几乎为零 这无疑就给后卫增加了很大的防守难度 而且池中国在场上是过于粘球 以至于出现了多次被对手抢断的失误 而张希哲没能很好的串联起整支球队的进攻 该防守反击的时候没有打出反击 阵地进攻时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组织 所以这两人在后腰位置的组合 离铁一定要在后面的比赛进行调整 至于中卫线上的朱振杰显然还是太过年轻 惊艳欠缺 多次出现失误漏房等现象 但在场上的拼搏精神还是值得鼓励的 各位球迷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